教你喲 Candra說三十塊就可以帶 可以要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說二十塊 我可以在冰城吃很多很多豐富的東西 而且不是我一個人吃喔 我還帶了我的爸爸媽媽一起來 這地方其實是一個菜式 就是我們平常說的巴薩 為什麼今天想要去那邊呢 因為那邊的東西可以吃得飽 而且非常的經濟 很便宜 哇 現在的溫度是很熱 大概三十多度了喔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來叫這個 果條湯 很出名喔 很多外地的人都會特地跑來這裡的菜式 是這個芽入果條湯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叫這個 我們冰城的人說 這個Lambi Lambi 就是它可以叫做靈麵 這個靈麵呢 據說 是在一個比賽裡面得到冠軍的名牌 OK 平常呢 我媽媽是認識 就當老闆娘去的安比 她是安比今天呢 生病了 所以呢 好 看來是喔 兒子 小小 看要可以吃嗎 好 看一下 這麵的東西 一萬四塊錢 喔 這個 這個 這個阿森波我吃 個人不太喜歡吃的 看得到看到嗎 這個 只是需要四塊半 這個這個也超好吃的 而且只需要一片九十千 就可以吃到這個很美味的頒獎櫃 這裡的頒獎櫃是那種薄薄的喔 我在穿尿布的時候 我就時常來這個菜式 這個巴薩 常常來這裡吃東西 這裡的東西真的是超便宜 香噴噴的食物 來囉 這是鴨肉果條湯 跟她說的冠軍辣米 還有這個巴薩波超好吃的 還有這個 木柄 芭蕉 芭蕉 哇 哇 這個阿森吃很快咧 我的東西還有這麼多 她好像不到五分鐘裡面吃完了 是多肉的好吃 她說她餓死了 有點誇張 其實我本來想說 要叫她留一兩口給我 你看她連湯也不放過喔 Oh no 這是九十千的頒獎櫃 裡面有一些花生碎 然後一些白砂糖 吃起來香香脆脆的 要趁熱吃 因為尷尬它還好食物 好少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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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帥 很香 好熱 現在已經冒汗了 可以說二十塊不是我自己吃豐富的 而是我被引起豬的 爸爸媽媽的食物 來看一下 我一個人是吃不完的太多了 所以冰村出身很好吃 趕快來冰村 我一個人是吃不完的太多了 所以冰村出身很好吃 趕快來冰村